哎呦好甜蜜哦 哎呦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 这么可爱 演艺圈最闪夫妻党王阳明与蔡诗云2015年结婚后 经常透过社群秀恩爱 怎料今年8月却爆出婚变 甚至传出两人以分居引发关注 不过日前夫妻俩都大动作辟谣 平安夜晚上王阳明也晒出一家三口的温馨合照 昨27日两人迈入结婚8周年 王阳明高调晒出以财师云在街头相拥放闪的影片 影片中一旁工作人员说到哎呦好甜蜜哦好开心哦 小两口听到后直接对镜头比钟指呛说关你屁事啊 似乎也在反击外界的婚变揣测 影片一出立刻吸引许多网友留言祝福 Happy Anniversary最美的风景 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 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宣布 我跟Dizzy一定会宣布 可是目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要宣布的 你遇到的时候把我就把婚接到下来 呃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我觉得我这个愿意回答 是因为我的左手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边已经断掉过太多次了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看这就是不正常的 因为我从小时候断掉过差不多七八次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救了 我只想说一次啦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呃但是这件事情 呃是我跟Dizzy 说实话是我们私底下私人的事情 然后关于家人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家人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 呃因为我跟Dizzy都觉得我们的女儿是最重要的 呃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宣布 我跟Dizzy一定会宣布 可是目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要宣布的 所以只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空间 不要让我们觉得好像你知道没有空间 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很不好 呃那其他的话真的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啦 运动的时候就把婚接拿下来给你 呃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我觉得我这个愿意回答 是因为我的左手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边已经断掉过太多次了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看 这就是不正常的 我昨天有发一个现实动态 很多人说你的左手的这个这个指头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时候断掉过差不多七八次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救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歪的 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理由 真的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 最近心情没有被这个风波影响对吗 这段心情我非常好 然后对还是一样的心情 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心情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 开心 那你还相信爱情吗 我觉得幸福是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幸福是自己给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值得 呃 拥有自己的心思 呃 我知道就是最近这些事情 然后在这里我也 呃 知道辛苦大家了 然后也不想要麻烦大家 呃 但我觉得我私人跟家庭的事情 呃 没有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所以呃 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觉得好像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值得去被报道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在我工作上面的表现 谢谢 是有一起到墾丁玩吗 呃 呃 刚刚已经说到这个 嗯 最近心情没有被那个后果影响对吗 最近心情我非常好 然后对 还是一样的心情 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心情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 开心 对 热爱我的工作 很多人发现 你的IG上面一些合照啊 都不见了 其实我好像没有删到照片 对 哈哈 对 好像有很多妈妈就是宠爱你 然后让你跟三人有一些证据 嗯 呃 我相信就是 世界上面的妈妈都一样 然后非常的伟大 呃 妈妈都会 呃 为了孩子 呃 做很多牺牲 那其实 呃 妈妈在 对于 呃 还有我 然后还有就是 卡提尔 还有我们家庭的付出 我是非常的感激 然后我非常爱她 嗯 嗯 妈妈也跟大家都是一样 就是 嗯 有网友担心说 如果你的三人都有问题的话 他们会觉得不相信爱情 对 你会不会觉得 不过有压力 对爱情的期待一下 你会不会有压力 嗯 嗯 我可能没办法去 就是 帮人家去 对 回答他们爱情上面的问题 对 那你相信爱情 嗯 我觉得 幸福是 呃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幸福是自己给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 很值得 呃 拥有自己的幸福 嗯 用的 编辑 changes ических 明 至很多 你